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常美洲》 我是沈梅琪 欢迎我们今天的评论员 曾姐 曾世平 你好 大家好 曾姐 总统拜登的儿子 Hunter Biden 他在上礼拜认罪协议破例之后 司法部长Garland 他就马上宣布任命一个联邦的 德拉瓦州的一个联邦法官 叫David Weiss 那这个Weiss呢 他其实是要 以前他就调查过 现在他就自告奋勇 主动请议说 他要再继续调查Hunter的财务 跟经商的状况 那么这意味着 总统的儿子可能会面临审判 而且也有可能冲击到 2024年的总统大选 因为这个糖果协议 说实在的就是必须就轻嘛 咱这么说了 现任总统的拜登的儿子 这件事如果查清楚 肯定会牵连到他爹 对 这儿子就是坑爹的 牵连到他爹 他爹知道不知道 他爹在不在场 下来还要不要竞选 那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这个法官不签 我觉得他是保护了一个 转场那个公正公平 再保护了他自己 这个职业操守很重要 你今天要是真的签了 下来你的职业生涯怎么办 我觉得我从 我要是他我也不签 但是有些人现在的说法 就是说OK Hunter Biden 他的确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可是那是他的事 那关拜登什么事 就是说现在共和党 共和党他们当然是觉得 要彻查到底 但是民主党人认为说 他们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说在这个法官 或者是说司法部要调查 这个拜登 Hunter Biden 这些案子 他们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唯一有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要把Hunter Biden 这一个成年人 早就已经成年的成年人的 案子跟所作所为 跟总统牵扯在一块呢 因为有很多很多线索表明 总统是知道的 而且有些场合总统都在的 所以他民主党就绝对不会 让拜登陷入到这条诉讼里 因为你要真的是要调 这个糖果决议要定了 就定罪了就不查了 那他就过关了嘛 但是他不敢签 不敢签以后再换谁来去查 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要不要深入地去查 你要不要公正公平公开地去查 所以你现在这个不签的人 他退出来了 为了他的虔诚 为了他的名声 他都为了他的职业生涯 他退 我觉得他聪明 换了个这个人 这叫魏维斯 对 这个人我觉得他要很 怎么讲 他要特别地动脑筋 不要把这些事 把他的跟他的职业生涯 牵扯到一起 你到底是怎么查 你这是司法部长定的人 司法部长决定让你可以去查 你是遵循着以往的线索去查呢 还是说你另起炉灶去查 那那糖果协议咱就不算了 咱从来可以 所以我相信这个亨特 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你知道现在德拉瓦州的联邦法官 特别检察官 他就是说他调查亨特拜登那么多年 现在他还要再次回到来调查亨特拜登 这个案特别案的这个检察官的理由是什么 而且我想知道就是说 为什么司法部在这个时间 等要任命卫斯担任特别检察官呢 我不知道这个卫斯 咱们讲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他以前 就一直都在调查这个案子 我觉得他会很熟 很知道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 然后由他来继续审 那由他继续审 他可以咱讲了很多时候就说 你在这个其中 你就能够把这件事给画圆了 他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派 他太了解这个案子 他就知道用什么方式 从哪个角度 或者给他说轻一点 或者说重一点 就是他非常了解这个案子 非常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说 共和党会对他的这个公平执法 表示怀疑 因为他太熟这件案子了 咱们讲的说有的时候 你很了解这个行业 人家在问你的时候 你就会假如是真心 你就会说 我建议你从这个角度说 我建议你从那个角度说 这样就会让你避开很多 让人攻击和诟病的方式 我觉得因为他太了解 所以为什么还有人 对他的公平执法表示怀疑 你这样讲很有道理 就是说其实不要说 卫士接下来会用什么样的策略 或者是什么样的角度 来调查这个案子 你光是从美国的法律 美国的宪法够铁了吧 对不对 可是不同的法官 就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 对 因为他不同的角度 他也没说我包庇谁 我怎么样 但是就这一个圆圈里头 我可以从东边走 我也可以从西边走 从西边走可能就 按照大家常规的说法 但是我从东边走 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也是公平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卫士 他特别特别了解这个案子 所以他会选择 如果他是倾向于 民主党的 他会选择一个 怎么避重就轻 还让你找不出毛病来的方法 他要是倾向于共和党的 我估计就深挖 挖得特别深 特别透 我觉得这个卫士说穿了 就像你说了 他不管他是帮哪一个 共和党是民主党 或者是说他的党派色彩是怎么样 因为他还是要为了 他自己的前途着想 所以他今天在跟那个法官 在讲这个认罪协议的时候 他其实他也留了一手 他有跟那个法官讲说 他说拜登 Hunter Biden认了这个 非法拥有枪支 以及这个逃税 他们也办到这里 但是呢 他并没有答应说 Hunter Biden认了这两项罪名之后 以后他所有罪都不会再被起诉 对 他聪明 对 然后Hunter Biden说 Oh wait a second 这个Hunter Biden律师就说 这可不是我们当时答应的 你答应说 我认了这两项罪之后 以后你就不会再起诉 你就没事了 对对对 怎么可能 对啊 所以他 我 可能啊 因为他是总统儿子啊 所以就变成就说 美国的法律 你说公平吗 因为他是总统的儿子 这就没有办法就讲公平这一说了 所以Hunter Biden这一次 他就认为他的身份 他的爹 对 可以让他逃过 对 未来一些指控 可是这个特别检察官David Ways 他在last minute 他说我可没有跟你签这个东西 对 而且我觉得哪个检察官 他都会有一个就是说 我当然不是让他轻史留名了 但是总不能把自己的名声 自己的事业都陪着去吧 不值得呀 我就在想着就是说 党派之争啊 争就争 你这边就使劲的这个 应该这么说 打上这个打倒特朗普 再踏上一只脚 让他有势不得翻身的这种 你给自己也留着喉咙 你知道吗 说到特朗普 上礼拜也有新闻 说特朗普的前总统 特朗普的女婿Kushna 他其实有接受 阿拉伯政府投资他的公司 20亿美元 那么你觉得 你看一会儿是女婿 一会儿是儿子 你觉得美国的这个 是不是应该要立法 不要让总统的亲属 出任这些敏感的职位 我觉得应该就是咱们讲 这个避讳一下 我记得英国的萨切尔夫人 她就不让她的儿子去重乡 而且她儿子抱怨她很厉害 就说我因为是你儿子 我这么好的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美国应该学一学英国 这方面的事 请党去给自己避闲嘛 把他自己给宅住 对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根本的问题 体制问题你不去解决的话 你既然就算是这个拜登 特朗普 希拉里 下面是谁 你只要有小孩 有亲戚 有老婆 都避免不了 都有可能去经商 然后因为你是这个最高的power 然后都有可能利用这个职权 去给自己谋利益 那这个尽管咱们说 美国的法律是公平的 你犯罪我也可以調查你 但是这利益还是拿到了呀 你敢说亨特没拿到那些钱 你现在就指什么逃税 什么拥有相知 这都是小事 普通老百姓都有可能的 对 现在关键是 他为什么在2016年那一年 拿到150万美元 可是上礼拜发生的这个野火 到目前为止 其实已经确定死亡了97人 可是失踪了有1300人 而且更惨的是 他们说找到尸体的时候 那尸体都是直接融化 灰 对 对 太可怕了 我会说 我有个同学有一片对比图 感觉到很赛 就说水火无情 水火无情 这边是咱们国内的这个大水 这边是夏威夷的大火 这个大火呢 我觉得让我觉得 马上就想起我刚来美国没多久 你知道Origley County 也有一个一次大火 那个时候清广播 就是说都是豪宅区 这帮人着火了 因为加州的是那个棕榈树嘛 很高 有一点火星一飞就飞到 你们家的房顶 很多人 当时我就想 那家家都有游泳池 我跳进去不就可以避免了吗 不是 对 那个游泳池是烫的 然后你说你开车跑 你要是晚走10秒钟 轮胎就化了 所以很可怕 你知道夏威夷这次的那个火势 是Miles per hour 是一小时60英里 那是你是 开车比开车还快 对对对对 对 所以你根本你怎么逃 你没办法逃啊 很多人就是先给 就是烟熏死的 然后烧成灰 你不管是 你去看那照片 你不管是在车里 还是在房子里 你都是灰 现在就说失踪了一千多人 我跟你说 那都是 你就算他去死亡好了 那个不知道 因为找不到 那是灰呀 那都变成 那个人体都酥了 你怎么能找到人呢 为什么这个野火会造成 如此毁灭性的伤害啊 预风 风 其实夏威夷本身 他也是不像洛杉矶 就是加州 它是沙漠啊 我觉得是预风 再有一个就是 当局没有估计到这么厉害 这是真的 估计不足 对因为媒体有人采访 就是夏威夷当地的 这个野火管制中心 他们其实野火在夏威夷 是行之有年 它不是第一次 所以他们还才会成立 这个wild fire management center 这个中心的局长领导 他就出来接受访问 他说他们其实 在这个野火发生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跟居民报告说 会有这个野火 但是他们的评估是 中低程度的野火 估计不足嘛 对 然后没想到烧得这么厉害 他说是百年来难得 一件的火灾 那么我现在就想说 我记得我那时候 因为张学良的案件 我在夏威夷有停留很长一段时间做报道 那么我的印象就是说 这个猫蚁它为什么 我当时是在夏威夷本岛 但是其实夏威夷的岛都大动小异 我觉得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很容易 一旦有野火的话就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他们不像我们洛杉矶有很多建筑物 就是钢筋水泥 它就是一片的植被 植物 就是木头啊 干草啊 对对对 对 都是这样 所以有一点点火星就蓬发 就发起来 加上这颗风 风真的是祝火呀 这个猫的这个岛那么多游客 人家是度假去的 最后变成灰 我觉得很悲惨也悲惨 说实在的 我不敢去 这些地方我不敢去 猫也很漂亮 我知道咱没去过 咱去的是本岛 不管是本岛 还是还有那个Kawai 另外一个岛 都是很漂亮 然后真的你就算去那边 你什么水上活动 你都不精通 你自身在那个环境 就非常的愉快 我就特别不理解 就是海离得这么近 你就是在岛上 怎么就能够烧成这样 它往山里面烧 就风向的关系 对 就算是这样的话 离得水很近 我就不明白 水怎么就能制不住这个火 气候 他们说这个也火发生之前 夏威夷也是经历千年一遇的旱 它干旱 然后又加上当地的气候 现在也是属于非常热 然后还有就是风速 预风的关系 风吹得太快了 上个礼拜的加州热的 我都害怕 就不知道哪儿 那个火星可能就都着起来了 就是咱们在加州 都已经习惯了 山火地震 哪天再来一个发辣水 所以那个贸易 夏威夷发生野火的时候 加州州长纽森就说 我们可以马上派消防员过去 因为我们太有经验了 对 但是这个岛吧 我觉得 最后不是很多人 能赶生死那去跳海吗 我觉得这个岛 还不是说 你派个救火的团队就可以 我觉得要飞机 我觉得它在毁灭程度 不亚于乌克兰 对 就整个一个城镇没了 从房子到汽车 再到建筑 各种建筑 然后再到人 不过校医的州长 又出来接受访问 他跟灾民喊话 他说你们可以走保险 保险公司拒绝接受 全部都来找政府 是 房子车是可以 人是怎么办 对啊 人累了就没了 你说是死了将近一百个人 失踪一千多个人 他们现在说那个失踪的 基本上就会可以当成是 对 实际上就是成灰了 我觉得 除非它跳到海里去 藏在某一个海湾里 你找不到 它会都冒出来 但是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非常低 对 好 那另外就是 我们说这个生命这么可贵 可是却有两个科技大脑 就好像有点活得不耐烦 玩吧 游戏 儿戏 太儿戏 我们要讲的是马斯克跟祖克伯 他们俩从好几个月前开始 就一直说约价要打 那么现在最新我得到的消息 就是这个马斯克说 今天晚上 就在我们做节目的今天晚上 他要去祖克伯他家找他出来 就直接单挑了 我觉得 最早他们俩约架的时候 这个马斯克的妈就说 你们别打 我取消 我做主我取消 然后你们就坐着离了三米 你们俩就打口水战就好了 然后今天早晨又说要取消 他妈就坚定地要取消 然后马斯克就给了一个 这个苦笑的脸 这个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听妈妈的话吧 你不能够 咱先生们说 从马斯克说51岁 你尽管年轻时候学过搏击 你的体力 你还肯定没有 扎克伯格的体力 好像30多 而且他一直都有在练格斗 而且是挺 请那个专业的教练 他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一个运动 是 是 但是体力 体力 年龄 他相当将近20岁 不 15 6岁吧 那扎克伯格可是跑过9公斤包着的时候 怎么咱不说是铁人三项 那个他那个跑步是很能耐力的 然后你还跟人家玩 我觉得就是玩 然后博彩公司特别逗 一边说扎克伯格就会赢 在80%多他是赢的 这边呢 另一家公司说 这别说啊 这个马斯克也是有赢的可行性啊 反正就是逗大家一乐 我觉得不管他们两个打不打 他们要玩这个什么格斗的这样子的一个推文 八角龙海啊 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很像他们那个年代 年轻人会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他不管做什么他都要吸引眼球 因为我还记得就是很久以前 我算是上一代的人 我就是在一个社交场合 就跟我一个小年轻人分合说 那个你以为名片拿出来跟他交换一下 那个年轻人跟我说 梅西姐 我们现在不用名片 我们是用IG 我才知道说 Oh my God 我真的远远落后了 现在有时候不用名片去微信 对 之类的 然后你要让人家知道说你多有名 就看你IG上面有多少本丝 对 你都已经 那要怎么样让你自己 我觉得他两个人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一 不是一个时代 第二 也不是一个等级的 一个是从互联网上可能两个人差不多 但是马斯克你是做太空的呀 你没必要跟那个 咱们这么说了 小屁孩 你跟他认真什么呀 我觉得祖克勃听到你这句话 他会非常 他会生气 他会非常恼火 因为他说什么太空 我Metaverse 我是宇宙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30多岁的小孩嘛 那你一个50多岁的大叔 你跟他认真较真是什么呀 没必要啊 就算是你 咱先不说了 就算你赢了 人说你大欺小 你不赢 你比人家 你输了 人家会说 你看你看你 你看你老人家你不知道老啊 你去非个人挑战年轻人 你反正你不赢你输 你都可能被人家诟别 你有必要吗 因为神辰就不赢你 你不是怎么说 是吧 你不知道 你的话 怎么也有什么 你不是什么 我不是什么 你不想把人家评论 我不是什么 你不想把人家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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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